很多人问我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 我觉得不论如何选择 你都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本着治病救人的理想 我选择了制药行业 从事数据管理相关的工作 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我们万无一失 我也希望让更多的患者 尽早用上放心药 虽然我留给家庭的时间非常少 但是幸运的是 我的家人和我的女儿 都非常支持我 特别是我的女儿 她觉得妈妈在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当在幸达 有一些成就的时候 她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 我记得有一次 老师让每位小朋友 画一幅妈妈的画像 她竟然在画像上 画了我的幸达公牌 妈妈平时配合的时间不多 然后这一方面 我也是特别理解她 她是做药物研发的 然后她这个工作 就是去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她很善良 对人也特别温柔 而且做事还特别认真 她非常喜欢她的工作 这一点是我值得去学习的 其实我也经常跟她说 我对她最大的期待 并不是说成绩有多好 而是真正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并为之而努力而奋斗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她的一个榜样 把更多正面的积极的东西传递给她 让她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就是希望她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然后呢 祝她母亲节快乐 亲爱的妈妈 白天 你是一位制药工作者 晚上 你又化身 我梦境里的守护神 在跌跌撞撞中 我们一同成长 看到你的笑脸 我就充满无限力量 亲爱的妈妈 感谢你不是超人 却为我变成全能 教会我热爱 让我成为正直 善良 对社会有用的人 愿无前进的步伐 能追赶你老去的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